彭博新闻社网站10月18日刊发题为谁是世界头号经济体不是美国的文章称实力有很多种外交文化军事和经济所以更简单的问题是谁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这几乎可以肯定是中国某些领域中国领先更多很多人听到这一说法时可能会反驳 毕竟按市场汇率来衡量美国创造的价值仍然最多彭博社报道截图 但是这一比较是一种误导因为在不同的国家产品的价值不同如果同样的手机在美国卖400美元在中国只卖200美元那要在我们用市场汇率来衡量时中国的GDP就少计了50% 总的来说欠发达国家的物价较低这意味着他们的GDP被系统性的少算了 经济学家试图用被称为购买力评价PPP的调节办法对此进行纠正 他并不完美因为他需要考虑产品质量等难以衡量的东西但是他可能对一个国家到底制造了多少东西给出了一个更准确的描述 在这方面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2016年中国GDP总额仅次于美国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如果你不信任含糊的购买力评价的调节一个简单的替代办法就是参考巨无霸汉堡的价格同样的汉堡在美国的价格是中国的 一八倍如果按这一比率来调节市场汇率那中国则领先的更多 在某些领域中国的确领先的更多中国的制造业产出在近十年前就已超过美国中国的出口也比美国多出三分之一 中美还将继续拉大差距 美国的评论员可能迟迟不愿承认中国的经济优势但全球其他国家开始认识到这一事实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远非如此 全球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按顺序排列分别是卡塔尔卢森堡新加坡文莱和阿联酋 但没有人会认为卡塔尔和卢森堡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尽管人均数字对于一个国 家人民的幸福非常重要但他们不能转化成综合国力除非这个国家也拥有庞大的人口 卡塔尔首都多哈路透社 中国人均收入不高之意味着中国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巴达国家只能通过创造更多新东西或使他们的经济更高效来变得富有 但发展中国可以廉价的复制外国的技术或者模仿外国的组织行为 当然并非总是如此 许多发展中国发现自己的组织机构无法正常运传人力资本匮乏经济发展面临其他障碍 但是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中国将克服至少某些障碍 中国日性月异的变化让外界叹为观止 文章称 中国不仅仅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中美之间的差距预计将变得越来越大 这一点在经济增长统计数字中会继续加以证明 如果这一全数继续下去 用不了20年 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达到美国的一倍